社会工作的相关考试 那这个考试主要是针对要取得一个公务员资格的这样的一个考试 就是所以这个考试比较是针对公职的这个部分 再加上所谓社会工作最近强调专业嘛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社工师的考试的部分 那在现场的有没有人要考社工师的 很好 非常专业很好 好好好 那另外其他的同学呢 基本上比较是走公职路线 对吧 对吧 没有搞混 好 那公职有两种 知识有两种 公职也有两种 跟社会工作有关的 一种叫做社会行政类科 这个是很传统 从我们开始有公职考试就有的这个类科 叫社会行政 另外一个类科叫社会工作 这是最近欣欣强调这个社会工作专业 这个类科出现的 而且最近很强调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社会福利的形象 然后还有专业者来从事 那而且特别针对所谓的直接服务的这一块 他会特别走这个类科 以前呢 这个类科 含在直接服务里面 所以以前考社会行政的人呢 很可能会分配到什么 老人机构啦 儿童机构 或者是县政府做第一线的社工 好 那现在呢 渐渐有一个概念 是把这个类科 这个公职的这两个类科区分出来 所以这个比较是走直接服务 好 那 那请问有在座的 对社会行政跟社会工作这两个类科 有没有已经有一个 事前的一个采取决定了 就是说 我想要准备社会行政的这个路线的 麻烦请举个手 有没有 No 还是还在考虑当中 只要准备社会工作这个 这个路线的直系的有没有 有 很明确了 就是说 你要准备社会 因为你们是这个 有修过20学分或本科系的嘛 对不对 所以好 那这个 这个基本上呢 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了 讲到大部分的人 还没有就是一个概念说 我到底要选择社会行政 还是社会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先来做一个说明 那 呃 就先大家拿到这个 呃 这一张 我们上面这个 这一张白色这一张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从 现在开始进入正式时候 就是大家现在准备正式时候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是针对 呃 一个时间点来 来看 就是 从 呃 现在 那 好 现在是几月份 十月 十月 好 那 接下来呢 第一格 第一格 第一格你们会看到的 跟社会工作有关的考试 是最近的 当然 你们在做的应该 大部分的人应该没有报那个吧 呃 年底的考试 年底的特考 啊 你感觉微笑表示代表有 没有问题 因为你是本科系的 好 那所以呢 大部分的人呢 都没有参加过这样子的一个考试 或者是 呃 呃 还没有开始要准备年底的那一个 那个 那个考试 所以 最近的一个可以开始准备的考试呢 还没报名的考试 就是这一个 第一格这边 好 初 初等 好 初等考试 那是在一月份的 一百年的 好 这个 基本上都是从一百年了 好 一月份 好 好 那这一个 这个考试呢 基本上目前来讲呢 只有出现这个类科 社会行政这个类科 好 那 呃 他考试的科目呢 主要是 呃 这个 这个下面 看到考试科目第一排这一栏呢 主要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上的 就是两个 一个叫做社会工作大义 一个叫社会政策法规大义 好 那这两个呢 都是考选择题 所以 你会知道的是 第一月 你会碰到的 你假如要从一路考过来的话 你规划一路考过来 而且 我也建议各位可以一路考过来 假如是 大家是准备公职这个 要取得公职这个职务的话 因为 早考到年资早有 早有年资早退休 那 虽然现在已经走向85制了 不过 不过越年轻考到 越早进公务单位 对各位的退休的 那个福利其实是越好的 所以 所以假如有制走公职这条路 而且走社会行政这条路 就跟社工有关的 那建议就是大家一路考过来 就是 当做考经验也好 或考实际要上榜的也好 所以 一月份 大概呢 你会走的是选择题的这个部分 那现在这个部分呢 这两科目呢 已经都开始在就是上课了 那 摄政法规是上到前三堂课已经上完了 那 社会工作的这个部分呢 已经上到第十堂课 不过都 都有这个补课的机会啦 所以 大家可以 就是 在 报名了之后呢 就是 之前的课其实都可以补上 所以这个 这个是大家不用担心的 那 还有就是 第二个大家会面临到的考试呢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高普考 这个是 呃 现在有一个趋势呢 是希望把一些 呃 特考的那个部分的名额 看看能不能可能 把它併在这个高普考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今年的高普考的录取率 爆 爆增额 爆的蛮多的 爆 就是去年的增额还没有爆那么多 今年的那个增额 就是第二次录取率 跟增额的录取率爆多 就是本来只有十几个名额嘛 结果一爆爆到四十 大家有注意的话 大概四十 四十几个嘛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 有一个趋势是 高普考这个区块的录取名额 会渐渐增加 那特考的那个部分呢 除了社会福利特考之外 那个地方特考可能 比较没有那么大量的增加名额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个 第二个时间点 各位要准备的就是 七月份的 这个 什么 高普考 好 那高普呢 我们通常会分开考 有经验的考生呢 一定是怎么样 这两个 在规划的时候呢 一定是一起准备的 没有分啦 一定是一起准备的 因为这两个考试 社会行政类科的 它只差 一两个科目而已 大家来看下面这个 你会看到 然后就是 普考的这个区块就是第二个 它的共同科目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不多看啦 我们只要针对专业科目的这个部分 行政法概要一半选择题嘛 这个已经高普考都已经变成是这样子了 都是一半选择题 社会工作概要也变成一半选择题 就是在普考的这个阶段 因为社会工作概要这个科目 会分给哪一个类科考护证 因为现在社会工作这个类科 社会工作概要这个科目 变得是还蛮popular的一个科目 就是一个基础的概念 就是做护证的人呢 他也要稍微知道一下 社会工作概要的内涵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社会工作概要这一科 然后他会有一半的选择题 好 好 再来就是社会研究法的这个题目呢 基本上 这个是你没有念过研究方法 或者是社会工作的研究方法 或者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时候呢 你要入门呢 比较难一点点的科目 比较难一点点科目 但是 就是假如说你一旦决定要考的话呢 我建议这个科目呢 可以放在比较后面的时候 再开始准备 我们先把 比较容易上手的社会工作概要 这个科目呢 先把它拿起来 分数先拿起来 再来就是社会政策立法第四个 社会政策立法概要 这个跟高考就是你 在下一格看到的这个专业科目里面呢 你会发现 它有重叠的科目是在于 什么 来 它有重叠的科目呢 是在于 我现在在讲的 基本上呢 都是这个类科 社会行政这个类科 我先谈这个类科 社会行政的这个类科 因为 这个类科的名额 会比社会工作的名额还要多 那 假如你不是本科系的话 或者是你没有修过这个社工学分的话 那 建议你 就是 以社会行政类科为主导 为主轴 来报名考试 然后来准备考试 因为 这个的名额基本上还是维持比较多的 好 那所以呢 有的人呢 甚至考了 我知道有的人甚至考了一两年的社会工作职系 因为名额太少考不到 所以转考社会行政 结果第一年就考到了 就是说 因为他放了 他自己是本科系的 他觉得他应该走这个直接服务专业的 可是发现 名额实在 现在那个名额实在是 比较少啦 所以他反而 反而转考社会行政就上了 所以 这个 假如说 你就算是本科系的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 要先以社会行政为主轴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名额的考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重叠的科目 社会工作 其实不管有没有概要 这个概要 主要是 会考一些基本概念 但是你念的范围 基本上是一样 那我们上课的内容呢 基本上是相通的 所以 并不会因为你是概要 所以我们少上一些内容 而是说 我们会针对 特别针对选择题这个部分 然后反而多 多上了这个选择题的这个部分 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共通的科目 就是这边谈到的 社会 研究法 这个念社会系或者是社会相关科系的 应该都会有修过什么调查研究 或者是研究方法 这一类的科目 基本上有修过这一类的科目 应该会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 这个 基本上他会有概要 这个是普考的 假如说 高考的话 他就没有概要两个字 好 那范围基本上是 差不多的 基本上是差不多 所以上课的内容应该 就是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 好 那只是说 一个会针对比较基本的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会考比较多的运用 那有时候啊 出题的老师 其实不会管你 这个是普考还是高考 因为他题目就这样出出来 他有几年啊 反而普考的题目比高考还要难 就是我们自己在看考题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 也不要以为说普考比较简单 有时候普考名额反而没那么多 高考名额反而比较多 所以在准备的时候 我才会建议大家 就是 一起准备 好 那考试的时候两个都报 好 就是考五天就对了 好 就是一直考五天 就对一次考五天 好 那这个是社会政策与立法 这个部分 好 那他有 一个涵盖药 那这三颗呢 是重叠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通常会先准备这三颗 好 那第一个要准备的是这一个 社会工作 因为他是 所有社会工作领域非常基本的概念 要念完这一个之后 他才会进阶到下一个层面 就是第二个 建议大家 好 第二个准备的是社会政策立法 就在考试的那个准备上面 要跟大家这样子说明 再来 第三个 就准备 研究方法 还有 高考呢 你会看到旁边的社会行政这个类科 有一个社会学跟社会福利服务 行政法那个区块呢 是大家都要考的啦 所以那只要是一般行政 只要是行政类科都要考的 所以那个我在这边不多谈 那主要谈的是更 偏向社会工作这个部分 你会看到的是 社会福利服务跟社会学 对不对 这个是高考加 这高考会加考的 加上这两颗 一个是社会福利服务 好 这一颗 基本上呢 等于是把什么 政策立法 政策与立法这一颗呢 猜出来考的 就是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我们会把 这两颗 当做一个大颗来准备 当做一个大颗 这两颗其实是一大颗 所以在准备社工考试的时候呢 有三颗呢 你其实是把它当成一个大饼来看 哪一个呢 你只要画了这个大饼 把这个大饼吃掉之后 你的那个社会工作 类科的考试呢 几乎完成了一半 这三颗就是 社会工作 社会政策立法 跟社会福利服务 这三个我们都会把它包成一个大饼 把它当成一个大饼来看 好 那当成是一大颗 所以你看喔 准备考试 哎 这个已经去掉一半了 就准备好一半了 OK 好 接下来还有一颗呢 叫做社会学 这一颗啊 没有念过的人都会觉得好难喔 我在 在我 大家 念完这一颗的反应呢 都觉得 到底他考试的重点是什么 到底 要怎么念这一颗 因为这一颗很多理论 没有 而且这个理论呢 不是你 不是我们 一般有念过的理论啊 都是一些要背的理论 就是说 你要把它记起来 这是谁说 然后是什么理论 然后哪一个名词出现 社会学有很多名字 turn 所以那个名词呢 基本上你要 你要用记的 第一次 看的人通常都要用记的 然后要再去理解他 所以 好 各位看到的是 这几个科目 在考试的时候呢 高考呢 就包含了这几个科目 好 这个 也建议各位呢 可以放在 在接下来的准备 所以 你要准备高考的话 你等于是 第一个念完社会工作 第二个 你就念政策立法 跟社会福利服务 然后再来呢 你就念研究法 研究法念完呢 你就跟这个 基本上跟这个可以一起念啦 就是社会学这个 社会学跟研究法呢 放后面 好 所以你假如是要考社会行政这一个类科的考试呢 就建议大家的准备方式是这样子 OK 好 好 到这里呢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就是说大家有准备过 或者是 对于这几个类科 这几个科目有什么 想要多了解的 都可以在这边 稍微 停一下 在这边稍微停一下 大家 有的话可以先提出来 这个冷气是不是太 不够冷 所以大家制造一下冷的气氛嘛 好 那这个 麻烦冷气真的要再冷一点 好 那 在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是说 这几个科目啦 那 大家 确定没有问题 我们就要进入到 下一个社会工作的这个领域来了 好 好 因为好 各位再往下看社会行政这个区块 在往下看社会行政这个区块 你会看到的是社府特考 好 7月考完9月考 考什么 好 规划 规划师考社府特考 好 社府特考 嗯 现在报的很大 就是说 因为啊 为什么会有这个特考又在办呢 本来 然后办了好多年都不办了 为什么还要再办呢 因为 政府力的人员流失很大 那 好 流失很大各位的机会就大了 表示说 很多人都 做一做就跳到别的单位 或做一做就跳槽了 所以 这个名额 好 预估也是会增多 因为他要绑一些人 在干嘛 在做社会服务 他要把一些人绑 绑约 绑说啊 好 你进来这个机构 好 老人机构 你进来县政府 那你进来什么 家暴中心 然后你进来这个第一线的 什么 角制所啦 监狱啦 这些等等的这些 第一线的 比较难搞的个案的这些单位 当然了 我们做社会工作的 会有一股热忱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培养的啦 就是说 其实做社会工作这个行业啊 你会发现 有钱赚又可以做好事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鼓励 就是说 你会发现 很多行业是不能做好事 但是有钱赚 可是社会工作呢 这个行业是 你可以做好事 又可以有钱赚的行业 所以大家有志投入这个行业 基本上呢 是一个 对生涯里面 会增添非常多的见闻啦 因为你会跟非常多的不同的人种 或者是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来到台湾 那包含现在最流行的派 应该不是最 就是最多的 现在最多从外面的 慢慢的移民来台湾的 就是外籍配偶 那你会面临到很多不同国籍的外籍配偶 假如说你是做社会工作这条路线的话 你一定会面临到 那还有就是你可能会 看到很多不同老老小小 然后不同年龄层的人 然后你面对每一个个案都好像面对每一本书一样 就是好像他们都会有一段故事 然后社工都会了解他们的每一个故事 然后作为你 在厨域或者是你在帮助助人的这一块工作上面 一块很重要的经验 所以做社会工作基本上套具佛家的讲法就是做功德 可是它又可以怎么样 有专业性在 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强调社会工作的专心 因为社会工作最早期是从慈善来的 慈善从哪里来 从宗教来 OK 那所以呢 早期的从宗教一直到现在 所谓走向专业化的这段过程呢 就是社会工作的一段历程 那慢慢的演变 考试科目就变成这几科了 好 这个社福特考呢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规划上面 就是三等 四等的话呢 是考这个保育员啦 就是考儿童保育员那一块 在这边 我们不多谈那一块 那一块就是另外一个四等的保育的专业 那我们这边谈的是社会工作 这一块主要针对三等 三等薪水比较高 所以大家考进去 马上就有四万多K零 所以 再来 假如说你进入到一个比较怎么样 危险的单位 或者是比较第一线的单位 或比较偏远的单位 都还有一些加级 所以 进去之后呢 都从事这个福利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跟福利有关的 只是说 在这边分成社会行政 跟社会工作这两个类科 那 社会行政一样 他考试科目反而减少了 有没有注意到 社会行政这一类科 不像高考一样 考了blablabla 专业科目考六科 他专业科目只考四科 他把 政策立法考一科 把社会工作 研究法 这个 也是变成一科 可是他不考社会学 然后呢 这个分量就减轻很多了 那他呢 把社会工作跟福利服务 并在一起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科目就少了 就减轻了 所以有的人会专门 针对福利特考 社会福利特考 在准备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科目少 可是呢 他的薪水又一样 OK 只是说 他进去之后 就是在那个单位 要服务个三年 然后你才可以调到别的单位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薪水不会少 然后呢 你又可以做你喜欢的 这个社会福利的工作 何乐不为 所以 所以有的人会 以这个社会福利特考为目标 从现在开始准备 刚好一年 那 以这个 福利特考为目标 那中间会经过高普考 跟初等特考 这样子而已 那 再来 下面还有一个 下一格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 12月的地方特考 就是 今年12月也会考啦 明年12月一定也会考 已经都公布出来了 都会考 只是说名额还没出来 那他考试的 类科呢 在 四等的这个部分呢 普考 还没有把它放出来 相信明年的普考 应该看看 会不会把它放出来 就是 像这个地方特考 最后一格 下面 有没有看到最右下角 这边 有所谓的 四等的社会行政 对不对 他的考试科目 跟 普考的社会行政是一样的 OK 这个就没问题 都是考概要概要概要 那 社会工作这个部分呢 你会看到 他要考的 四等 只考三科 那这个呢 一样 没有什么太多的 什么学分的限制 所以 他这个类科呢 你一看到这个类科 他考试的科目呢 也只有社会福利政策法规概要 社会福利政策法规概要 就是这一个啦 就是社政立法啦 基本上就是同一科 就是社政立法这一科 那再来研究方法概要 OK 再来社会工作食物 好 社会工作食物呢 我们会并在这里上 会并在社会工作这一块上 所以我们会加上食物 好 这一块我们会加上食物 好 那 基本上这个 社会工作这一科 跟这个 也是会上到 那其他的呢 像政策立法呢 一样会上到 好 那研究法呢 我们一样也会上到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你考四等的社会工作 这个类科的话 四等的 你基本上一样 会上到这些科目 一样会上到这些科目 所以你会看到 准备四等的社会工作类科 还是要准备 四等的社会行政类科呢 好 这个 建议各位 假如你是有修过学分的 好 然后你有 你是社工本科系的 你可以考 四等的社会工作类科 假如说啊 你不是本科系的 然后呢 你也没有修过学分 好 那你就去考四等的社会行政 好 这样比较保险 好 所以在考试规划上面呢 跟各位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然后 再来就是 三等的部分 三等的社会行政 好 最下面最后一行 好 最右边最下面最后一行 来 你会看到有三等的社会行政 跟三等的社会工作 这两个类科 那这两个类科呢 一个类科的社会行政类科跟高考一样 一样是这样子的考试科目 那社会工作类科呢就比较不一样了 社会工作类科就比较不一样了 好 所以呢我们现在会单独的针对社会工作类科来看 社会工作类科 再来进一步的解释 就是我们的社会工作跟我们的社工师考试 如何一起准备 好 好 接下来我们会看这两科 来 大家都希望就是我们可以一次考上啊 那 在这个准备的时候 大家就要抓紧那个 就是大家要考哪一个类科 其实要在事前的时候就要稍微做一个规划 假如说你有修过学分了 你当然呢 你会希望你一直考社工师跟这个社会工作的直系 基本上这是直系的不同而已 直系 那进去之后呢告诉各位 假如说你有社工师资格的话 你可以考到社会行政之后调到社会工作直系 可是呢他现在有一个状况是 社会工作的人可以过来这一个社会行政 可是社会行政的人要过来社会工作这个直系呢 可能就要有一些证照资格 所以他会希望是现在强调专业 为什么会多列这个直系的类科 是因为希望这个社工这个专业能够被凸显 而且希望有一些专业的什么学分啊 这些的修过专业的学分 所以社工师考试跟社会工作直系的考试 在考试科目上面呢就非常的雷同 就非常雷同 几乎就是考的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少了一两颗 少了一两颗 来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三格 第三格最下面 你会看到一个名词 你会看到一个词叫公职社工师 有看到吗 公职社工师 这个公职社工师呢 这个领域就是说 你必须要先有这个执照 社工师执照 你才能够去考所谓的 公职社工师 好 那所以各位你可以看看 你假如要取得一个工作先 还是要取得一个证照先 假如是依照这个社会这个景气来看 或者是依照这个毕业及失业的状况来看呢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先取得一个什么 职务 所以各位在规划的时候呢 以职务为先 那社工师呢 那当然呢它是在几月考 它原则是在八月考 一直以来都是在八月考 一直以来都是在八月 好 社工师 八月底的时候啦 一般以来都是在八月底考 好 那所以你看喔 你这样子准备过来 那这个就算算 好 顺便来考一下 所以你会看到呢 这个东西 假如说你是从今年开始 十月 一路这样子准备过来 而且你是有修过学分的人 而且或社工本科系的人 那你一定不能放过这个练习的好机会 而且 这个 你玩 好不容易这样准备过来呢 这样子你 大概这个执照呢 你也可以在这一路准备到年底的这段期间 顺便拿起来 就是顺路走过带个东西走 礼物也要带回家 就是社工师变成你的一个 这个 准备考试里面的一个小礼物啦 所以这个小礼物呢 是对你未来会有帮助 但是对于你的工作呢 对于你现在 是不是能找到公职的工作呢 基本上还不行啦 因为现在已经把这条路呢 封掉了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种人 是怎样 先考到社工师执照 然后呢我们来转 转任为正式的公务员 可是现在已经把这条路卡掉了 因为我们希望他还是经过什么 国家考试进来 所以多列了一个这个職 这个职务 公职社工师 那这个职务呢就是来做什么 正式的第一线 第一线的直接服务的工作为主的公职 的社工 好 所以你会看到社工师的考试科目里面呢 然后有这些 你会看到倒数第二格最下面三等的 社会福利特考有一个社会工作类科 好 他跟社工师考试的科目呢 就只差那么的 而一科有在所谓的 你会看到他考宪法最下面 倒数第二格的最下面这边三等的社会工作 你会看到第一个要考 第二个要考国文 第三个考社会工作方法与实物 那 那个社工师呢 会把这一科呢 拆成两科来考 社工师会怎么考呢 社工师就会把 这一科 好 社工师会把社会工作这一科 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考社会工作 他比较重视方法的这个层面 就是直接服务的三大方法 他比较重视这一个类科 他会把这一科拆成两科来考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社会工作的哲理的部分 还有一些伦理 他会比较重视的是这一个区块 所以他渐渐 他社工师考试呢 这个是社工师啦 社工师 这个 看到吗 社工师考试会 会把社会工作拆成两科来考 好 再当然另外一科就是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好 那这一科呢 基本上是 考社工师的人一定会考的 那还有考三等的社会工作才会考的 所以这一科呢 你假如是有意要走社会工作 然后而且是本科系 是有修过学分的 才会建议你选择这个类科 好 就是三等的社会工作这个类科 因为他有考社会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因为 假如之前你没有念过的话 OK 好 那你可能就 就比较 呃 没办法 很快的 完整的准备这一科 因为这一科 有涉及到心理学 社会学 还有一点人类学的东西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假如说你没有那么多 时间的话 或者是你不是本科 也没有修过学分的 好 那就先不要考虑这一个 再来就是一样 第五个科目是社会工作研究法 基本上 它跟社会工作研究法是差不多的科目 好 所以你准备研究法就相一起准备了 那再来第六点就是 呃 第六科啦 社会政策与立法 这一科 OK 那这一科呢不管你考哪一个考试呢 都会要考到这一个 所以 呃这一个考试 很重要 这一个类科 这个 这个 比重呢 等于是每一个考试都会考到啦 好 还有一个是社会工作师另外要考的 那他也是从社会工作里面分出来的 叫做社会工作管理 好 因为呢现在强调专业嘛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类科呢 再把它细分拆出来考 所以最旁边的 各位的最右手边呢 会看到的是社工师考试多 多拆出来的几个科目 那他再加上研究法 政策 这样子的一个科目 会把它并在一起 然后还有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好 那 各位呢 假如说你是准备社会福利 特考里面有社会工作类科 或者是你准备社工师的 我们在这边还会加强有关直接服务的 这一个区块的准备 因为 因为啊 这个我们刚才讲过 社会工作这个职系呢 最主要是要你做直接服务的 所以我们特别会在 会在这个地方加强 直接服务的这个 因为的经验 然后的一些技术 或者是一些概念 因为很多时候没有做过直接服务的人 或者是不是本科系的人 他 他 他要做 也出来直接服务的什么 方法 还有你要拟定什么 储域的计划 储域基本上就是你要怎么样去 帮助这个个案 你要怎么帮助人 帮助人 我们在社工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假如是 念过的人就知道 他是用储域这两个字 或者是储制 反正 就是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专有的名词 来做一个说明 然后呢 还要再加上 理论 考试很爱考理论 然后 你要用一个理论 来说明你的储域 然后呢 你要说出你的方法 还要你要分析个案 那 那当然 然后这个分析 我们比较偏重在直接服务的这一块 所以 我们会有另外的 比较多的课程 会针对直接服务 来做 用讲座的方式来说明 那 他直接服务其实 你会发现 他涉及的区块呢 很可能到理论 就是把社会工作这个部分 再细分出来谈 他可能会涉及到理论 就是 你可能有 早期 重视心理学的 这个理论 到后期 重视制度的理论 然后 你怎么样看待个案 从问题取向 到你要激发他的能力的取向 全能激发的取向 或者是你要看到他的优点 优势观点的取向 所以 你会看到有不同理论的取向 然后 会影响你的储域方法 那还有 方法上面呢 我们又分成几大区块 你处理个案 就是处理一个人 然后你要处理一个团体 然后你要处理一个社区 一个地方 都会是你要处理服务的对象 所以社会工作呢 要服务的对象 你会发现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只说 你要服务只有一个人 那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会考到的是 你要服务的是这样一群人 可能一个团体 8到15个人 你要怎么样规划一个团体 然后你要怎么样服务 这一群有同样问题的人 那再来呢 还有你要怎么样服务这个地方 这个社区 那这个是主要的三大区块啦 那考试的时候呢 基本上 会针对这个来考 那当然补习的用意是干嘛 补习的用意 是在这个题目的练习 还有考古题的练习 然后呢 还有就是 我们在作答上面 然后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一些方式 那所以社工本科系的人 也会补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学校里面教的 那个模式呢 比较像是 做学问的模式 就是我们 我们要 怎么样 让这个社会工作的专业 然后社会工作的这块领域的 这些内容呢 可以让你在食物的工作上面 然后怎么样做发挥 然后你怎么去了解 所以很多做食物工作的人 一直考不到社工师 或者是 你做食物工作的人 可能有时候考不到 这个 一些公职考试的原因 就是在说 你怎么去 理解考试这件事情 怎么去准备考试这件事情 跟 做学问呢 是不是绝对的关系 所以可能有的人 在学校成绩还蛮好的 可是 可是他考试却 考公职 他考试却考得不太好 也是有 因为 因为基本上有时候 那个方式会不太一样 或者是说 他在食物界做很久了 然后在准备考试这边 可能 会有一点生疏 那 补习的用意其实就是在这里啦 就是 帮大家整理 这些题目 然后帮大家先 看好这些考试的范围 哪一个是重点 哪一个 我们要加强的 然后 平常回去我们要怎么样做准备 这个 这个是补习最大的用意 不然 不然其实书那么多 对不对 房间的社会工作的书一堆 那 要怎么去把它看好呢 所以在 在这边就是帮大家 会帮 每一科都会帮大家整理过 把重点东西列出来 那现在已经在进行的科目就是社会工作 跟设政法规这两科 那设政法规这一科 主要还在针对选择题的这个部分 设政法规这一堂课 我们规划了 就是还蛮多 这个堂数的 所以大家现在进来的话 等于是把选择题的前半部 会规划成选择题 那后半部 一半会针对生论题 所以等于是总共有20堂课的这样的一个堂数 在社会政策这一科 所以你会看到 社会政策这一科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给它的堂数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在那个规划堂数的时候 其实会在上的时候 前面的部分我们会针对这一个 就是最近的这个初等考试 那后面再上的时候 就会有包含福利服务跟政策 就是一起 然后针对高普考 跟后面的这个社府特考 和地方特考 这些都是比较有生论题的这个部分 来准备 好 那 接下来呢 然后就是各位的时间了 就是各位 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对于不管什么问题都好 就是对于准备考试 对于你想要来这边 然后想要获得什么 你可以先做一个小小的思考 然后我们可以来互动一下 然后就是 这等于是因为今天的人数 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座谈 然后大家可以稍微 谈一谈就是说 你现在目前的准备的状态 还有你的一些思考或想法 有没有 我们请哪一位 先可以给我们一些 这个意见 或者是给我们一些 目前的一些想法 我们还要不要请这个社工本科系的同学 社工本科系 你应该还比较有概念 可以激发大家的这个思考 你没有啊 社工 你现在大吉 还是你已经在 你已经在工作了 做几年了 没有关系 不然你说各位数字吧 你应该做个五年以下 五年以上了 你看不出来耶 哇 所以你年龄不会透露 太不出来 所以你已经有一段的 社工的实务经验 那你在考试这一 准备这一段的经验呢 有开始准备过考试吗 之前 有 有 那准备的状况 你觉得比较困难的 或是 觉得差一些的是真的 所以 所以你觉得 重点是没时间念书吗 那你有参加过类似的 补习或者是讲座 也有 那 你觉得 应该要在加强的地方是哪一个区块 就是说你自己个人觉得在哪一颗 或者是 在哪一个环节上面应该要加强 所以我比较怕 是 所以我比较怕 是 对 所以我比较怕 行政法 行政法 行政法这个部分你更不用担心 因为 这边就是会有另外开行政法的那个科目 然后行政法的老师就是都会 另外会有一堂这个说明啦 所以 你这个区块 所以 这个区块你觉得解决了 其他的科目你都ok了 需要时间念书 需要时间念书 你哪一课最弱 研究法 对 普遍来讲 通常 通常都会是这一课嘛 对不对 而且本科系的人都觉得 研究法很难念了 我刚才跟各位说了 本科系的人都觉得研究法这一课很难念了 那所以呢 所以请大家 柿子要怎么样 挑软的吃 在准备考试这个阶段呢 就是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时间真的 就像这位同学讲的 我们真的是有限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最有限的时间 掌握住我们最会的 因为你会看喔 这个同样是100分 可是这三个加起来却有300分 可是呢这三个呢 又是互通的科目 所以我们 我们就会先准备这三颗 把它包成一个大饼来吃 那我们一吃就有300分了 那这一颗就100分嘛 那再烂呢 就是我们至少拿一半的分数这样子 或者是三分 一半拿不到的话 拿个这个 三分之一的分数 好了 因为有的人觉得设研法呢很难考 就是 会考的分数跟预期的差很多 对 本来以为有50分的 结果哇 出来这分是30分 就会有落差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考试的 那个科目的分数 我们比较没办法讲 我们就 这几个其他的科目的那个 这个分数 我们可以把它掌握住 所以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会建议各位这样子来准备啦 好 那你有考设公司吗 有 OK了吗 还差一点 还是有 差一点点 好 有 那明年应该很有希望 可以 而且要把握这几年 考设公司的人 一定要把握这几年 因为 这几年在那个 社公司的考试上面 有那个实数上面 就是102年之后 毕业的 或者是100年以后 才修完学分的人 你的实习的 实数呢 就要double很多 就要400个小时 可能社工本科系 应该不会担心这个 因为你们之前 应该都会 超过这些实数 不一定 对 因为你是早期的实习 对 不好意思 我忘记你是五年了 他是早期的实习 不过 现在念社工系的人 他的实习的实数 一定是在这个以上 一定超过 所以修学分班的 也是要注意这个时间点 所以 102 102以前 102 102 102还有 所以要注意一下 那个时间点 自己要抓一下 所以这几年 可以把握住 一起准备公职 一起准备社公司 然后就一起来 好 那 另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状况 有吗 你本来是念宝玉嘛 对不对 是 然后你打算要考 社会行政跟社会工作职系 是 所以 都没有学过 都没有学过 那 对 所以你准备 嗯 不要这么说 不要那么没信心 通常 通常都是 没有 没有考 没有准备过的人 没有念过本科系的人 考到的 像是 去年的状元 新闻报得很大 对不对 状元是什么系的 新闻系的 对 去年的状元是新闻系的 那 你会发现呢 为什么 新闻系的人会考状元 你知道 念新闻的人 他们有一个功力 就是可以把一堆 资料 浓缩成 很简短的200个字 就把你写出来一个新闻稿 而且他下的标题 赞 就是 新闻 念新闻的人很会下标题 那下标题呢 在考试呢 假如你下得好 基本上也是很吃香的 因为 老师的第一眼 是看到你的标题 然后 然后之后 你看完标题之后 才会看下面的 内容嘛 对不对 所以 他在练习的时候 有的人会觉得 奇怪 我明明写的跟我 那个同学讲出来的 或是 跟我一起去考的人 讲出来的差不多啊 可是为什么 我的分数跟他会有差 差就差在这个部分 就是 我们可能在结构一个 答案的时候 我们组织一个答案的时候 差就差在这里 那新闻系的人 可能在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 对这个人的了解 对这个榜首 因为你知道 榜首他们都一定会 做一些分享 那他讲出来的那个经验呢 基本上 跟我整个那个思考呢 基本上是很像 因为我在 就准备考试之后 一直跟同学讲说 你们下标题 然后 还有你们在准备考试的 那个答题结构呢 就基本上 要完整的 好 不管你今天会写 或不会写 就是没有看过 但是你要凭你的印象 写出一个 有结构的答案 这个是 在临场反应非常重要的 那新闻人呢 你知道 他们的时间紧迫 马上又要有一个新闻稿出来 然后马上就要下标题 马上就要给你一个 很有结构的文章 这 这个是他们 平常训练出来的一个功力 再加上他们有 在 在补习班 再来念一些 就是 你知道吗 非本科系的人嘛 就是来念一些 这些内容之后呢 就回去 因为中国字嘛 大家应该都看得懂吧 然后 所以 所以你会觉得 为什么做食物工作 有的人是做了很多年 然后 回来再来念书 反而会有一点 会 卡卡的 所以 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工作的 那个 食物工作实在是太累了 实在是太累了 因为 大家不要因为这样而下跑 而是应该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现在民间的社会工作很缺人 政府单位的社会工作的 人员也蛮缺的 因为 因为去年有一个事件 然后让这个社福特考呢 跟社会工作的 这个 士气呢 大增 虽然是一个负面的消息 因为去年 就是应该也是今年啦 就是说 有一个草小妹妹的事 对非常好 这个同学呢 非常了解 就是说 因为这个事件呢 让这个社工的人呢 团结在一起 来争取一件事情 因为 因为一个社工要照顾一百个个案 基本上是 很累的一件事情 非常累 而且你要把每个个案都处理得很好 很完整的时候 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增加人力 所以呢 社福特考因应这个 额再度出现 然后今年的那个增额 为什么会出来 那么多 其实基本上都是跟社会工作人力的需求有关 所以这个区块为什么值得投入 就 就工作的这个 这个效益而言 就是 就这个工作的机会 公职考试的这个机会而言 基本上它有增加 它比其他类科 有增加的情况 而且 它会维持在一个水平上 它不会掉得很夸张 像是 像护正呢 我觉得护正是这样 那个 暴起暴落的状况 因为护正有时候 这几年可能有个趋势 然后就起来了 然后 可是过几年就下去 然后人事也是 人事行政也是 这几年 然后再下来 可是社会工作从以前 社会行政啦 这个类科 从以前到现在 基本上 好几年都维持在一定的 的水 的水准 然后它 它只会多 不会 不会往下跌 所以 这个类科之所以可以投入的原因 是因为 再来就是 它 好准备 原因是因为 它 都是那个 中文啦 然后 它的 这个 第一个 你看得懂 除了研究法这一科之外 除了研究法这一科 你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其他的 你可能社会工作这个科目 你基本上 它的这个书 你基本上房间的书 你基本上都可以了解 都可以理解 它写的文字内容 然后 政策立法 这个福利服务 基本上也是 那这两科呢 比较要花多的时间 不过 这一科呢也是 那个文字内容 然后基本上它写的 比较白话的话 基本上 你都可以理解 那 唯独这个研究法呢 一样 有很多名词 跟社会学一样 有很多名词 你要去把它记住 那考试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考一些 解释名词啦 这两个 考试科目 难的地方 其实都是那些名词 有没有看过 假如你有看过那些名词 而且你有理解了那些名词 基本上 你就可以写得出来了 就怕你这 这两科是 没有看过那个名词 所以 所以很容易就是 诶 分数就留掉 因为你看到 呃 什么是 呃 什么是所罗门设计 研究法里面有 什么是所罗门设计 然后 诶 什么 量化 什么是量化 什么是直化研究方法 然后呢 什么是效度 什么是性度 各位有听过吗 非本科系的 有吗 有 非本科系有听过 那你们就是有概念啦 还 还假装这样子 没有 没有上过课 这样子 那所以呢 你看喔 你就会有这些名词 这些名词你就稍微 要把它深刻的记住 这两科 才 就是在准备上面 呃 各位 各位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呃 很多非本科系的人 会考两个 呃 类科 呃 其中一个就是社会行政 这个类科 好 那再来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部分呢 然后就是 跟 呃 人事有关的 跟人事有关的 所以 所以我今天不是 不是说我是面 就是准备这个 这个 这个 教社会工作的 特别说社会工作的好话 而是 就整个客观的 这样子准备的状态来讲 然后 他是其中一科 一个类科 是比较好上手的类科 所以 才会跟大家这样子说 然后另外一个类科是 人事行政 那可以去比较一下 就是 大家可以 可以知道 那其实 互政是因为这几年啦 比较 有一些 比较多的名额 不然其实以前 他也没有 没有那么多 那么多名额 对 这几个类科 大家可以 就是稍微的思考一下 那今天是以社会工作的类科为主 那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 你有没有 好 这个 社会的学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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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 嗯 是 好 嗯 初考 还有四等的 这个 也是社会行政吗 还是 以社会行政来讲 好 那基本上 以这个 公所 很多都是在公所 或者是 虚公所 或者是乡公所 或乡镇公所 然后或者是县政府 因为他们的值等呢 初等的考试的值等 通常是一到三等嘛 那 呃 薪水的话大概就是 呃 最多有加几的话 就三万出头 好 有加几的话 嗯 嗯 他 对 我们很多时候呢 主管在交办事情的时候啊 他 四等跟三等的工作 其实区分不会太大 四等跟三等其实区分不太大 在交办业务的时候 其实不会区分太大 但是 他假如是初等的话呢 他在交办业务的时候 就会稍微的考量一下 因为他 他会考量到说 他是 初等的 所以做的那个职务很可能是书记 或者是 对一般性的 比较书 比较基本的文书的 这个工作比较多 那一直到三等的时候呢 你会面临到个案 然后四等的话也会面临 你直接面临到直接服务的一些个案 所以 四等跟三等的工作性质好像差不了多少 所以有的人就在抱怨 为什么 平平是做一样的事情 那也 他 他 为什么他领四万多 我领三万多 所以 有的人就会开始这样抱怨 可是呢 不要忘记了 我是早一点考进来的 我虽然是四等 可是呢 我有一个 朋友 他 23岁考进公务员 大学毕业 初考考进公务员 你知道他现在的年资已经多少了吗 他再过五年就可以退休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他基本上四十几岁就来退休 就可以退休啦 对 没有 他是救治的 他是 他假如走救治25年那个时候 因为现在有一个 一年 他有一个缓冲期十年 所以 那个缓冲期以内的 救治的人都可以退 都可以用那个月退 所以 OK 他很早就考进来了 那 现在虽然是八五制嘛 对不对 所以 可是呢 你早考进来的话 你还是有那个退休 退休那边还是 会比较好啦 就是 在退休进来或什么的 还是会比较好 所以 所以呢 考公职的这个区块呢 其实不要等考研究所 你其实 很多现在有大学生啊 假如他 比较有概念的 比较有一些意识的 其实从大学 你高中 这只要满18岁就可以考了 他假如 我有个亲戚 他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 他就考到出 他就考到那个高中毕业的 就是地方特考 就普考 所以他从大学开始就做公务员了 而且再加上他那个年代是 所谓的 夜间部 他白天可以去工作 所以他现在年资 哇 好多喔 就是说 所以你会看到他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就是他的那个 退休要退就马上可以退 而且领月退 而且年纪又轻轻的 所以 考公职是这样子啦 你越早进来越好 所以 虽然初考好像感觉 这样好像18岁就可以考 我这个研究所毕业 或者是我这个大学毕业的 来考好像很没出息 但是我 就是在公务单位这个领域呢 请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进来公务单位之后 或是你一旦考到一个公职之后 你进去 你有另外一种念书的方式 你有另外一种进修的方式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所以 所以在这边才会跟大家讲说 不要嫌弃初考 不要嫌弃初等特考 虽然它都是考选择题 好像看起来很简单 那当然就是这样子 一路准备过来 那 在这个部分 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 后面的同学 有没有 好 后面这一位 这个先生 有没有 红色衣服的先生 有没有什么 嗯 其实有点想说 因为它 它 因为社会工作 就是这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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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考试的概念 你很有考试的概念 非常好 就是 他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 你假如不是本科系 对不对 然后你也没做过实物经验 那你在写答案的时候 在写答案的时候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涉及到作答的这个状况 那我先讲 就是 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呢 这个部分我们会特别加强 在直接服务跟食物的一个区块 在 因为在社工这一科呢 会开到18堂课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很充很够 然后 那 这个开法 然后这个课堂的 堂数的开法 就是为了要符合 去思考食物的这个时间 所以 在整个课程设计 前面呢 我们会讲到初等的选择题 对不对 后面呢 我们就开始针对食物的这个部分 就是三大方法 就是个案团体社区 然后再加上理论的这个部分 还有伦理的这个部分 会特别在食物的这个区块会加强 所以在糖数上面 为什么会设计到18堂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在社工跟政策这两个区块呢 一定会比较 后面一定会放到很多食物的这个区块 好 那 现在 在 思考到作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在考试的准备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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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 有 个案 团体 还有社区 他这三个区块会比较是走 食物路线 那就像刚才有谈到的 就是他要你直接写出一个 处域的方法 对不对 那 我们有一个概念 就是没有食物经验的人 要把握住一个原则 以不变怎么样 下一句是什么 印万变 对 很好 好 怎么样以不变印万变呢 个案 在个案这个区块呢 我们会掌握住 五个阶段 那 基本上就是从 评估到结案 好 评估这边是 assessment 好 再来呢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我们会说是预估 我们常常说他是预估 还有 这个评估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通常会 怎么样做呢 假如他是个案的话 一定是有 生理 心理 跟社会 那我们考试的时候 我们在课程上面 常常就是 让大家有一个 心中有一个十字架啦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他的 优点 缺点 还有他的内在跟外在 的因素是什么 这可能会要考量到 所以 所以你会有一个十字架在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个案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做的一个 基础的这个概念 就是 你不变 不管你遇到什么个案 你都必须要有 这几个层面的分析 架构 所以当你碰到实物题的时候 你每一个 每一个类型的个案团体社区 都会有一个分析架构 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分析架构 在课堂的时候我们会特别 特别点出来 这个分析架构是什么 在这边大概 大概跟 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就是我们可能有的分析架构是什么 好 再来呢 我会进入他的目标 设定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 储域的 这个理念 好 这些呢 这个理念呢 基本上跟什么 理论会连结在一起 好 通常呢理论 我们会拉一个理论 是什么理论呢 现在流行的 然后现在很重视的 现在最重视的是什么 优势观点啦 充全啦 对 就是我们会套一个 现在最夯的 现在重视的 那假如 OK 那你假如不知道 哪一个理论 最安全的理论 基本就是用心理跟社会理论 因为你就是分析他的 个人面跟他的环境面 然后他们之间怎么样去互相的 交互影响去适应 对 然后怎么样 让这个个人 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 好 良好生存 那最安全的就是这个 这个理论 那不然你就要套一个 你 现在很流行的 像是甚至激变社会工作 那样的一个概念下来 你就直接套 对 好 这个是个案我们先大概讲一下 那团体呢 团体一样会有几个阶段 对不对 好 这个团体 跟 这个社区 社区呢 其实有一些 什么 分析的方法 对不对 好 这两个 我们常常会用一个概念来说 设计 团体 方案 方案 我们常常会要设计一个方案 针对一个团体 好 那我们可能针对一个社区 来设计一个社区的方案 好 所以 我们会用方案的概念 好 方案的这个 模式 然后我们一样 需求评估 这是第一个我们会做的 就是 你要看他这个地方的需求 这个团体的需求是什么 当然 还有就是 你要做的对象是谁 这个要设定出来 好 第三个 你可能要办的是什么 具体的策略 好 这个我们会说的是 在社区里面 我们会说是什么活动 或者是什么班别 或者是 在团体的时候 我们会说 这个是什么型的 教育型的 还是治疗型的 还是什么 任务型的 这些 这些不同的 社会化的 这不同目标 目的 因为不同目的 你会有不同的策略 好 第四个 你当然呢 好 策略完毕你要行动嘛 好 你行动完毕之后 你会做一个小小的 什么 评估方法 你要稍微说明一下 你的评估 评估方法 Evaluation 这个阶段 就是 你会 你做完一件事情之后呢 你一定要去检讨一下 你做的这件事情 OK 然后对个案的帮助怎么样 所以我们称它是 评估的方法 我们通常有两种 一种叫做 过程 一种叫做 结果 通常我们最安全的写法 以不变应万变的写法 就要有一个架构出来 那这个架构后面 去套一个 它题目 要你回答的个案 或者是要你分析的社区的状态 那当然它的那个 几个架构是必须存在的 大致上 我先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啦 不知道OK吗 可以 好 好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限的时间内 法规嘛 政策法规嘛 对 对 我们课堂上面呢 会把每一个法规 的每一条 我们 的每一个条 就是每一种法条 每一个法令 的重点 我们在上课会 马上把它点出来 而且是用 有结构的方式把它点出 通常都是按照章节的方式 第一章总则 然后第二章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然后它的那个重点 包含哪几条 那 我们会把关键词 因为考选择题 很容易考一些数字 然后我们会把一些数字的东西 把它画出来 那考生论题的话 就会掌握这个法条的精髓 然后这个大的这个架构 是什么 用章节的方式 把它调列出来 对 用调列点数的方式 大概是这样 好 假如没有什么太 其他的问题的话 或者是 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 在外面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好 那今天先到这里 OK吗 可以 好 谢谢各位 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谢谢